Sushi Kitchen的特别是 它打造的环境会让你在 置身在内的时候会感觉自己 好像到了自己的家的感觉 很舒服 在整个空间呢 它是一个充满爱 一个我们可以说是无毒的环境 怎么说呢 就是从头到尾 我们基本上没有用任何人造 或者添加货学成分的清洁剂来清理 我们就是用环保教素来清理 所以它是属于非常天然的清理方式 我们就是运用来自一个日本 名叫江本胜博士 他所研究的一个方式来提高这个水的结晶 第一个方式其实就是给那个水看字 就比如说我们写一些比较正能量 或者充满爱的字 比如说我爱你 谢谢你或者是感谢 开心 幸福 浪漫 这些字也 什么语言都可以 那么可能我们就会贴在你一个器皿的旁边 然后储存一个八个小时 那么水的结晶它就可以转换 对我们的水卫生都是正能量的代言人 因为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下被熏陶的 本身都充满了正能量啊 我们的服务员 在我们的这样的一家工作环境里面 所以他所吃到的我们的料理 然后说饮用我们这边的水 在这里因为我们都是很真诚相对的 面对我们的工作伙伴 所以大家的心都是很打开的 他们很放松 处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所以这种环境 他会感染顾客 也会觉得来这边是很舒服的 然后有用心的被照顾到 然后我们的料理 可以温暖舒服他们的身体 然后还有一些轻松的音乐 然后很干净又有利益的环境 所以可以很容易让人家 达到那个放松的效果 我们会确保当天来上班的伙伴 服务员们都在一个准备好的情况下 去接待进来的顾客 或者进入厨房烹饪 我们的心情有时候不能 可能会受到周章环境的因素来影响 那么在舒适地震 其实有一个黄金原则 就是当天如果你的心情不好的话 或者有一个问题 非常重要的 需要立马去处理的话 那么我们建议 你可以休息一天 去处理 隔天再来上班 我们相信的一点是 吃得很健康 其实不一定那个食物是平淡无味的 那个食物可以充满很flavor 充满很多味道 在你的口里 它会爆发的那种感觉 在糖那一个方面 我们是用原则糖 我们不使用白糖 那么在盐的方面呢 我们是用西马来亚盐 我们不用一般的白盐 我们是用天然的食材 天然食材 没有塑料 寿司软化 它的特别之处呢 就是这一款寿司的表层 它是有炸过的 所以你吃进去 是属于很香脆的 在寿司的最上面一层 又铺了我们属于 Sushi Kitchen自制的Mayonnaise 因为一般上的美奶汁 会有蛋或者奶的成分 那么我们本身餐厅 没有蛋和奶的成分在里面 那么其实是创办人自调的 所以再铺上去的话 它是一道很美味的料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